哈囉 大家好 一開始先用這張圖是因為 介紹一下第一我們是台南的公司 所以有師母的頭 然後我們是支部的 然後我們自己也有兩次的 因為其實最近近期比較常 上一些媒體或者是報告一些事件 也是針對我們公司推出這個 膠原蛋白的顧料 就想說先用這張圖做一個開場 因為我覺得做品牌需要一點 漏漠感和歡樂性 所以就是這樣 讓大家看看 還有就是大家一直在講 膠原蛋白這件事情 其實一開始我們在做 膠原蛋白的顧料這一塊 其實或許是一個非常好讓大家 喜歡或是接觸到的商品 因為膠原蛋白對大家來講都覺得 這個東西可能吃下去可以怎麼樣 保濕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後來我們去推廣的時候發現說 這個東西其實大家對布養子第一怕胖 因為是有一些疑惑或是沒有那麼認識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在思考 他這個東西未來可以怎麼樣去 去包裝或是未來怎麼樣去溝通 或者是他們說 這個東西到底好在哪裡 或是只是用嘴巴講說 這個東西是我們家的蛋白 那這部分後續會有一些分享 我們公司是恒米紡織 我們是1979年成立的 我們主要做的布料類有平支 主要是以平支庫為主 所以有襯衫外套 布置等等 然後所以之前都是以OEM ODM 然後我回來之後 所以我畢竟這三四年主要是 主要是往品牌這個部分 在發展 然後這些是一些我們主要 針對的項目 所以比如說像APOLO 或是ARMARDI 他們可能會買一個襯衫褲 然後像Bruce Butter 或是一些其他美國品牌 可以買褲子 外套等等 我們公司比較特別的事情 是我們有一些 一般的 我們是以天然纖維的東西為主 所以希望說 要以綿麻毛絲 作為髒品的種類 但是因為最近台灣非常流行 所謂的功能性的法織 所以我們就希望 嘗試如何把一些 用天然的植物透過一些 整理加工 或者是一些組織設計 可以讓天然的東西達到 擁有公平性的特性 對 那這些是一些我們 全球主要的客戶感 那其實這個部分 跟品牌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大概做一個 簡短的介紹 那我主要是P&B to Z這個 就是Bruce的資本主義的創立 跟現在想要做的 行銷部分 那因為其實我覺得 有非常多 紡織廠 其實大家都在自己做自己的品牌 那可能大家就會認為說 其實紡織廠做品牌 相對來講容易 因為從原料端 或者是設計端 其實已經有一個team去做 做一個辦好的 那他們可能只需要 改一下設計 或者是 把價錢稍微放低一些 就可以很容易的 進入一些 比較偏大眾的市場 那因為剛好 我的運氣比較不好 因為我們公司 第一就是布 比較貴 然後第二是 比較冷門 所以 對我自己當時在做品牌而言 我就發現 這個路好像行不太通 因為 每天客戶打給我抱怨 就說 你有沒有不好貴 你有沒有不好貴 那可是我就想說 那 布竟然這麼貴 對那 我們如果自己做品牌 又做低價或是什麼 就會感覺好像 比較沒有競爭性 所以就一直在思考說 到底可以做什麼 可以提出什麼樣子的 Lowry proposition 去讓大家覺得說 欸 這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那因為我們公司主要的布料 一開始就提到 就是以天然纖維的東西為主 就是偏時善類 那我們當然最近有結合一些 技能性 技能性的東西 所以這些 有一些是我們的客人 然後 我們客人 就是 一部分 一部分 National Party的喜歡 跟我們下課的布料這樣 那 於是我就成立了 Webism 資本主義這個品牌 那為什麼會叫資本主義 是因為第一 我們是製作廠 所以我不想要忘記 以字為本 這個 所謂的heritage 就是說 我很引 引以為榮 這件事情 但是同時是希望說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喜歡我們的東西 或是不管是在做這個品牌 未來第一個 大家可以放心的事情是 這個產業詞 或是 這個創新性是絕對 那再來是因為 我後來發現其實台灣 是一個非常適合旅行的國家 尤其是以輕旅行為主 那因為台灣其實很常 只要說人家放個假 就可以去什麼 花蓮 或是屏東 或是暗山 台北 可以跑象山等等 可是我發現 國外有非常多 那種所謂的 戶外用品 可能像North Face Columbia Caligonia 他們往往都是 也是以他們所有的 所謂的使用者為核心 就是說 他們的人都 定期可能 一年有一兩月會出去 登山去玩 玩水玩這些 這些東西 可是我發現 台灣本身就 沒有這個習慣 我覺得大部分 普遍台灣的人 在旅行的時候 他們可能 飛一下日本 或是說在台灣 環島裡面去玩 我覺得他們沒有 需要這麼Hardcore的衣服 那因為我看到台灣 其實非常多 服裝品牌 他們可能就是 欸 我希望有 North Face的感覺 或是 我可能擁有North Face的特性 可是我的價格 比較低 可是我覺得 台灣 像有一些人 可能去爬象山 其實真的也蠻低的 那 中間穿得這麼厚 或是這麼亮 或是那種 反光那種顏色 我自己是覺得 蠻不需要的 對 所以我就在思考說 那如果說 有一個品牌 是以輕旅行的主題為主 去做一個這樣的東西 會不會 讓大家 就是 更有感 或是更習慣 然後再來是 因為我也很喜歡旅行 那我也不太習慣 或是喜歡穿 那麼厚重的衣服 出外面走 然後還有另外的原因 為什麼後來覺得 旅行是很重要的 是因為 台灣旅遊的部落客的 粉絲數還蠻多 大概有五六十萬到 甚至有一些到 一百萬 那女生的話 就像Carry 就比較OK 隨便一個 女生的部落客 兩三百萬 都一直很簡單 可是男性的部落客 相對來講 只要到兩三萬以上 都已經有點緊繃了 所以其實台灣在做 男裝品牌的這市場 其實是非常 非常小的 可是我還是會想要 往這邊走的原因 是因為 第一我是男生 那我比較看得懂男裝 因為女裝 其實我覺得女生 他們比較會搭配 或是比較 有主見 或比較沒有忠誠心 或是什麼都可以 就是說他們真的是 非常 天變萬化 那我覺得男生 會比較 忠心一點 所以我們品牌主要想 穿兩千張給別人的概念 就是開了或是行 就是說旅行可以把它做的 可以穿得很酷 然後也可以穿得很有型 然後 不管是去旅行 或者是去休息 或者是做 等等的事情 其實都很棒 對他剛剛有大概提到說 為什麼會旅行為主 然後其實因為一部分 我們公司的一些商品 其實有一部分的重疊 然後因為剛好在做這個品牌 我後來阿借說 其實不能仔細靠自己公司的資源 因為其實 台灣有非常多 非常棒的好資產 就是其實 可以互相交流 或是甚至提供更多一些想法 給我們公司 讓他們自己去 去 develop 一些新的商品 對啊 誰不喜歡女性我 我相信在場 大家應該 對啊 最近大家弄錯了 那一種大家應該 就是 連假的 可能大家都會去玩這樣 所以當時我就在想說 旅行大概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元素 就是讓大家非常喜歡 其實我看大部分在做 比較偏機能性的武士 主要大概是分兩種 一種就是 那種所謂的 就是比較偏附外 真的就是要非常非常高山 或者是 就是要非常非常高功能的服裝 他們可能做的特性就是 他們會非常的亮 他們會非常的高功能 然後他們會非常的 可能主打就是輕量等等 那另外一種就是 比較偏黑暗系 他們就會以非常非常 高功能 或者是深色系的東西 為他們設計的組裝 那因為我覺得旅行 其實應該是一個 幽默輕鬆的事情 那有非常多 我自己在看 可能日本 或者是歐美的國家 他們把旅行看算是一個 滿有趣的一件事情 因為旅行其實可以 每一次去都可以體驗到一些 新的看法 或者是新的觀點 所以我們不管在做一些 行銷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在做一些活動 或者是視覺也好 每一次都希望 可以給人家一種 新的體驗 然後另外的部分 就是覺得要融入 我們布料的工藝在裡面 那當然布料是一個 我們一直持續在經濟的事情 可是也可以希望把 這樣子的布式 跟這樣子的外觀 可以融入到我們的 設計裡面 然後最後就是 因為旅行有非常多 需求性 是 真的去理由的人會發現 所以我們就會希望說 看看可以怎麼樣把 這些所需要的元素 融入到我們的設計之中 就隨便舉例好了 就是我可能這條褲子啊 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不需要細皮帶的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 所謂的九隻溝 所以 像通常安檢的時候 都需要把皮帶脫掉 我個人覺得是一件非常煩的事情 因為就是很不方便 然後尤其人多的時候 所以這些褲子呢 就可以讓他們可以 隨意調整大整 然後因為 在旅遊的時候 有可能會吃很多 所以一樣就是可以 透過你吃的 多跟少 可以做一些 調整 對 然後褲獎一樣 就是台灣最近也很流行 可能也流行縮口部 或者是寬口部 所以我們在褲子的設計上 也可以讓它是可以 隨意去做一些變化 就是做一些搭配 然後我身上這件衣服啊 就是它是讓大家就是 拍照的時候 不用講話 大家看看就知道大家想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 我們有配一個超細纖維的眼鏡布 就是可以 有時候去旅行 或是在外面的時候 手機張啊 或是眼鏡張的時候 可以擦一下 對 目前反應還不錯 我就覺得 還蠻貼心的 對 這個是其實我們第一次拍的 一個形象照的部分 它這邊就可能結合一些 比較工人性的重點 像我們的外套也可以放手機 然後可能虱目魚 就讓它睡個好覺 因為去旅行 其實睡覺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設計的衣服 T-Shirt 是專門為 睡覺的時候 可以穿 然後這個是 口袋 另外一款T-Shirt 它就可以編清音樂 就是編清音樂 走來走去 那大家可以介紹一下 膠原蛋白的製程 因為不好意思 因為剛好 今天是講品牌 可是舊的PVC 也真的沒改過來 因為很多人找我去講製程 所以大概講一下 但是如果有膠原蛋白的專家的話 對 不好意思 因為我沒有那麼專注 原則上 把那個魚鱗 它有一些 蛋白質 然後透過一些超分子技術 去把這些原料萃取出來 然後再跟木材纖維去做一個混合 然後做成了沙線 然後最後就是製程 然後這些是我們 其實用膠原蛋白製作出來的商品 然後因為膠原蛋白這件事 一開始其實出來 我們發現 這東西應該在市面上會非常有迴響 所以我們可能馬上做了一些封客 像是可能下了一些關鍵字 可能做了一些試調 或是讓大家覺得 你對膠原蛋白這衣服 到底怎麼樣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 其實效果不是那麼好 因為大部分真的長膠原蛋白 就是為了要吃 的主要還是這樣 不然就是面 所以其實大家對膠原蛋白衣服 是一個蠻瞄感的事情 所以我們都覺得 這個東西應該讓它 對它 應該要給它一個 purpose 就是說 我們其實做膠原蛋白的東西 依照它的設計也好 依照它的造型 依照它的沙線比例 我們為的就是第一個 就是你睡覺的時候應該要穿 那你為什麼睡覺的時候應該要穿 的原因是因為 雖然蛋白本身是一個消臭又稀濕又排汗又保濕的東西 那雖然蛋白最重要的功效 就是它會讓你的皮膚啊 在空氣中的時候會老化的慢一點 其實它最重要的功能其實是一種 抗老化的東西 你鋪了它 你穿了它 你其實真的不會變白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在思考說 那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就會放在可能很多魚館 或者是 在網路上就是跟一些 魚館去做一些結合 就是說這個東西就是非常非常適合 睡覺的時候穿 然後另外一個設計 我們就常常它 非常適合運動的時候穿 因為它的版型的剪裁 它可能讓它 跑步的時候比較不會抹到意象 然後再來是這件衣服還蠻特別 就是說我自己啊 就是去跑那個路跑 跑了大概八公里 從來沒跑過 就是腿都快斷了 就是為了要測試說這件衣服到底 有沒有辦法把汗臭味去抵消掉 那後來就發現它真的穿了三四天就很濕 然後就放在那邊 整件衣服因為汗都結結那個 鹽的就是白白的 都沒有味道 我們就覺得這個東西其實還蠻 還蠻不錯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最正版的商品是絲巾 那大家會覺得旅遊為什麼要帶絲巾 其實旅遊真正其實最重要的是要帶絲巾 因為其實往往在旅行的時候 不管是在巴士上 或是在新幹線上或在飛衣上 因為冷氣房也好 其實對脖子是一個 對其實應該要好好保護你的脖子 而且它是一個可以讓你出門在外 其實非常容易隨意搭配的一件商品 但因為我其實一直在看國外 他們有非常多那種Instagram的人 我就覺得他們那種旅遊部落客做得很棒 就是說他們去一些風景也好 或者是去一些飯店 他們其實那些部落客拍出來的照片 其實都是有能的 就是說他們都是自己穿得美美的 穿得很帥的 穿得很怎麼樣 然後我就想說 那如果說我們台灣的人 有沒有這些部落客 他們可能本身真的很喜歡旅遊 可是他們也會把這種很 trendy 或是很喜歡這種時尚的概念 帶給大眾 然後我就上網做了很多 research 真的找不太到 大部分台灣旅遊部落客 做的就是拍滷肉飯 或是拍絲巫魚 我看了非常多部落客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它長什麼樣子 所以可能要自己一下 約他們出來看一下 那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真的蠻不錯的 所以我們就在思考的時候 那或許 有波客這邊 他們其實也會對我們的商品 還蠻有興趣的 那因為我覺得 膠原蛋白症都已經太抽象 所以我就想要讓大家 有一個更 更 direct 的一種記憶點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 兩隻很可愛的虱目魚 然後針對不同的商品的特性 去做一些介紹 像它有什麼 摘摘摘等等的功能 這樣 然後我們主推有幾個 比較特別的一些設計 就是第一個就是我們的一塊布 它可以做包包可以做 襯衫可以做 褲子可以做 任何東西的一個基底 它其實是綿混尼龍的一個商品 那它的特性就是它非常非常輕 它的強力也非常好 所以後來我們接駕了非常多 布洛特洋或是行家 他們非常非常喜歡這一塊 他們甚至變成說 他們旅行 他們就會把 他們所有的東西都畫到那個包包裡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其實旅行的時候 非常非常需要這樣子很輕 或是很輕量的東西 因為這個包包其實它本身是不到0.3公斤種 那有很多人之前有客人跟我反映說 那因為我包包是比較軟的 他們家不是那種結構 他們就說 你的包包沒有辦法放書 或者你的包包沒有辦法放很重的東西 或是什麼 可是我們主要是以輕乳行為出發 那你如果說去外面旅遊 你為什麼要帶書 或者為什麼要帶那麼重的東西 我們主要訴求的就是一個清煉舒適的環境 然後大部分在強調功能的詮釋上面 非常多公司習慣性會以 就是拿什麼水柱去噴水啊 或者是在漁林啊等等 就覺得說 其實那個讓小熊軟糖從上面滑下來 這樣很可愛 有很多客人就是因為看到我們之前有PO一個影片 就是跟我們講這塊布他們很喜歡 他們覺得就是很可愛說 這塊布到底做的意思是什麼 就我們也是一直在思考說 功能性的這件事情 可以如何透過一些比較幽默或是 以讓人家比較容易記住的點去做一些感念這樣 然後這個是之前我們品牌的一個活動的照片 那其實我們之前請的 之前請的藝人來 其實幾位都請過的朋友 就是田定空先生 魏華軒小姐跟林立姐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是請他們三位 或者說他們可能不是說超有名的人 可是其實這三位主要的來賓 他們其實跟旅行都非常有關的 因為魏華軒是以為非常非常會騎單車鐵人三項的一個女生 所以他其實非常能代表所謂的女生運動旅行家 然後林立姐他們不用講 他等於就是超級麻松跑著 所以他也覺得 欸我們的衣服設計感非常好 他自己自己想非常喜歡穿著 然後潔淇風風他是這些種子音樂的創辦人 然後他現在主要是在做旅遊作家跟社群相關的 所以其實 你如果去看他的包容其實有非常多的衣服 他也是跟我們買的這樣子 那其實透過這樣的 就大家了解說 欸其實真正在旅行的人 或者是真正在運動的人 他們其實是真的喜歡這個東西的 那其實我個人還滿開心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之前辦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是我們輕女型的Fashion Show 我們叫做人生三重鏡 那為什麼會這樣定義的原因 是因為人生三重鏡 第一個就是說看三是三 然後第二個是看三不是三 然後看三還是三 就是說呢 大家可能看到這邊會覺得 喔他只是一個變質盒 可是你試一看就沒辦法 他其實上面有的是膠原蛋白的資金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做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喔原來假的蛋白色們的輕膚或是舒服 所以我覺得他跟面質盒一樣的柔軟 對 然後這個是 就是 對 濕木與桃湯 然後這個是一個還滿特別的 一個魔鬼 這樣我們把它做了很像一個 很像一個義大利面 然後同時也是想跟非常多民眾 或是來我們活動的人講 就是台灣人對吃真的非常非常的注重 他們非常會看吃的細節 就是說欸你這個活動啊 可能也加了多一點或是少一點 可是我覺得大部分台灣的人可能對 不知道感覺上對 意圖就比較沒有分講究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把對吃的那種 堅持或是喜愛 帶到觀看我們的三點途中這樣 那這些是之前的一些免許露出 然後這些是旅遊主題的曝光 那因為我們的商品也有在華航上面辦 所以我們很開心 因為 代表說我們在旅行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被很多旅遊相關行業的人 是被討論的這樣 好後來這時間到了 對然後 我們很希望可以跟其他的產業合作 如果有空間的話可以來找我 或是跟我說 對然後這是我們新一季的 態度的活動 然後 對好 謝謝